我的風峰叫做基於血管 就是一個瓶管的陣頂 根據醫生說到時到後就很快 20年前就在我吃飯的時候 突然間就睡了 然後再醒一醒就睡了一個病房 再醒一醒就睡了之後 當我麻煩了眼睛的時候 吃到我軟了什麼 不知道要查查的 說不到話 當我意識知道我結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可以說前途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後路怎樣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這樣一輩子 那一段時期 我想不好那一年 是覺得很悲傷很悲憎 第一次哭了出來 以後我就不哭了 因為我覺得不哭了無謂 既然是這樣就離開了 我就是一些不太可憐的人 那我覺得明天當然是好過我感冒 但是明天會不會哭成什麼 不知道 我小時候十幾歲 就讀書 我爸爸死了 我自己要運時來讀書 做中學第二 我每一個人生的階段 都會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這個中風呢 只是一個中風而已 十二三歲一 人有幾重 就是沒有 他在這兒住 他在那兒住 所以 對於疫境 我有點看法 就說不要緊 有將來 我永遠都相信 我來不及到貓 就走了 你不要緊 知道嗎 我到達到貓 我到達到貓 感谢观看